拜登政府上台以来 美俄围绕乌克兰问题博弈升级 俄乌对抗火药味建农 被冻结的乌东部顿巴斯问题重新升温 乌克兰会爆发大规模冲突吗 来看新闻观察 乌克兰政府向东部顿巴斯地区民间武装 发起大规模军事进攻 或者俄罗斯进攻乌克兰 这两种可能性都不大 首先乌克兰军队虽然在西方援助下 实力得到提升 但依然不具备赢得顿巴斯地区 军事胜利的能力 而俄罗斯也不会对乌方的军事行动 毫无反应 其次西方并不真正关心乌克兰的利益 只是将其用作削弱俄罗斯的工具 美国和欧洲国家不会为乌克兰冒险 拜登政府的对俄政策 是在恶俄的同时 与俄建立稳定可预测的关系 直接与俄开战 显然会导致美俄关系崩盘 拜登虽然放狠话称 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要让其付出惨重代价 但从未明确表态 会采取军事行动 直接干预介入 第三 俄罗斯如果采取进一步行动 或将招来更多制裁 俄方将慎重评估 然而相关各方擦枪走火的可能性 依然存在 俄罗斯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 项目主任博尔达切夫认为 即使俄罗斯与西方的安全对话 取得进展 乌克兰也有可能爆发大规模冲突 这可能由乌克兰 对顿巴斯地区的军事行动造成 顺客 未经许正 ano